自从2013年中国研发的第二款隐身战机FC-31战机亮相之后,这款战机不断引起媒体的关注。 在此之前,官方一直将这款战机定义为外貌型战机,再加上军方已经开始批量装备歼20战机。 因此,很多人认为,军方不会采购FC-31战机了。 但是最近美国的一家网站却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根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前不久的一篇文章指出,FC-31战机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中国军队的采购清单,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代的舰载机。 而这款战机也将成为歼20战机之后,中国军方采购的第二款隐身战机,虽然一直有方先传言称,军方未来会采购这款战机。 但是鉴于这款战机最近这几年在各大国际防务展览上高调亮相的态度来看,这款战役未来出口的可能性依然是非常大的,但是军方采购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目前这款战机已经有了至少两架原型机,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款原型机的外形差距可以说相当巨大,因此很多人认为随着第二架原型机的频繁曝光,说明这款战机的设计基本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根据美国媒体的观点,未来中国如果采购这款战机,也是有可能装备航母作为舰载机的存在。 目前中国海军航母的舰载机是歼15飞沙战斗机,这款在歼11系列战机基础上引发的一款舰载战斗机,是一款典型的飞隐身战机。 随着美国海军开始列装F-35C舰载机,未来中国海军在舰载机方面将依然与美国存在着代差,因此中国有必要重新引发一款具有隐身能力的舰载机。 有军事专家指出,相对于重新立下一款全新的隐身舰载机,依靠目前FC-31战机的技术基础上进行升级,显然是一个行之有效,同时是半功倍的方式。 这样以来将大幅降低中国在战机研发的时间,从而在时间上更快地追上与美国海军的代差。 分析指出,即便如此,FC-31战机想要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舰载机,很显然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其中就包括飞机结构的重新设计,部分机体的强化,比如安装着建构等。 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下一代航母将采用更加高效的弹射器,无论是蒸汽弹射还是更先进的电磁弹射,显然作为舰载机的FC-31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图为哈萨克引进的运发运输机,诸葛小车军情观察第2702期。 此前,据媒体报道,中国又有一款武器成功打入俄国后院,这款武器就是中国运发运输机。 这次运发成功出口中亚哈萨克,并且终于在他国境内亮相了,此举不但打破了美俄垄断的市场,更是令俄罗斯无地自容。 俄方坦言,这简直就是侮辱,因为哈国之前一直使用的是苏式运输机,对此,西方也坦言,在中国武器出口方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要知道,哈萨克作为一个穷国,这个运输机的性价比要求可是相当高的,而美国狮子大开口,C130J相当于中国三倍的报价让哈萨克狠狠地下了一大票。 而俄国呢?除了老古董安复12以外就没有符合要求的运输机,所以对于一个穷国来说,中国老式的运巴F200瓦就成了他们最适合的使用对象。 毕竟虽然像是C130J这种运输机虽然已经做到了全玻璃化座舱,但是相对于已经习惯了驾驶安复12的哈萨克飞行员来说,还是使用机械仪表的运巴来的有亲切感,而且还足够便宜,图为中国空军的运巴。 诸葛小彻军情观察第2702期,要知道,其实是对于中国来说,运巴也算是一种比较古老的飞机了,尤其是200系列,这基本上就是以前苏联安复12飞机的完全国产化型号,而和所有标准型号均用运输机一样,运巴采用了筒状机身和上单翼设计,能够在野战环境下良好的保护发动机。 要知道战术运输机的起落条件不同于现代的客机,什么坑坑洼洼的地面全部都是小儿科,在无铺庄跑道上降落所产生的大量洋尘,对于发动机的进气过滤器简直就是灾难性的考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军用战术运输机,基本上都是用拥有良好过滤系统的获奖发动机的原因。 图维安12,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702期,虽然说,对于中国,给哈萨克提供全玻璃化座舱的运酒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哈萨克实在是太穷了,穷到连进行过升级,改进以后的运酒也买不起。 所以按照他们的要求,中国提供了和原版安12近乎原支援位的运巴,即使连原本的机头领航员观察区也一并提供了,对于已经飞行了很久安12的哈萨克飞行员来说,这种几乎无改动的设计,让他们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上手,几乎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培训。 而这种针对性的销售,这意味着中国的运巴在这些独立国协国家里面,将会收到更大的关注,毕竟这比起存货基本上消耗殆尽的俄罗斯,中国现在是唯一一个依旧可以提供苏联航电设备飞行器的国家,这也意味着独立国协国家在使用中国飞机的时候,不需要对机组和币勤进行再一次的培训。 同时,由于这些就是设备价格便宜,简单可靠,所以,中国的运巴,很可能会彻底地打开这一个市场,两架肩负20影山战机震撼登场。 大家都知道,由于起步较晚,人才缺乏和西方封锁等种种原因,我国高端武器装备的研发之路走得格外艰辛,期间还备受外界的冷言与嘲笑。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军工研究人员硬生生在一片荆棘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让各界都为之侧目。 细心的朋友或许可以发现,近年来,外界对中国的装备也明显投入了更多的目光。 这部,就在日前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一款武器刚已现身就引的各路媒体争相报道,在珠海航展最后一日,备受期待的金副20战机以四机编队震撼登场,并且在高速机动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打开了机副的弹舱。 当住现场上万海内外观众的面,毫不掩饰地亮出自己的武器,让现场以及看直播的观众惊喜万分。 不过还有另外一些人在看到这一幕时,关注点比较与众不同,他们敏锐地发现金副20搭载了一款空中利器,霹雳-15空空飞弹。 台媒评论称,这武器一出,等于宣告金副20在200公里范围内将难逢敌手,那么,它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据了解,霹雳-15是由我国零一四所,空空飞弹研究院,专为第五代战斗机研发的中远程空空飞弹。 它长约3,7米,直径约20厘米,在弹体中段装有小展显笔弹弹翼,叠形翼,尾部则是全动式借鉴三角翼的垛面,前后弹翼的翼展约为39厘米和51,5厘米,均是观察者分析称。 该飞弹数据性能与美空军最新的AIM-120D类似,都是采用双脉冲火箭发动机并且最大程度上优化弹道参数,这使得飞弹的射程大大延长。 图为,弹舱内的霹雳-15,据称,霹雳-15空空飞弹的最大射程可达150-200公里,而且相对于上一代的超市巨空空飞弹霹雳-12,它具备抗干扰数据链,雷达主动探测距离也大大延伸,在空战中能够打击敌军的加油,运输机,预警机等重要的空中目标。 如今今复-20隐身战斗机再配上这款神器更是威力大增,搭配霹雳-10近距离格斗空空飞弹,基本上就像台媒说的,200公里范围内,难尽其身。 实际上,除了台媒,美国方面对霹雳-15空空飞弹也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而且他们关注的时间更早。 据了解,早在2015年,国内消息还一片空白的时候,美媒就报道称我国成功试射了一枚最新空空飞弹霹雳-15,并且成功摧毁了一架无人把机。 之后,美国就一直对这款飞弹保持高度关注,生怕错过一星半点的消息。 美国空军某司令 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件事还惊动辽美太平洋空军司令霍克·卡莱尔,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霹雳-15拥有150至200公里的超远射程,这将超出现有的美国空空飞弹的射程。 也就是说美国的空空飞弹已经过时了,更重要的是,当美军在太平洋上采取行动时,霹雳-15将会对轰炸机,加油机乃至F-35这样的战斗机构成很大威胁,纵观世界的发展。 你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国家,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自信地屹立于全球强国的队列当中,中国,尤其在近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呈现井喷式的发展,不仅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它的成长史确确成为了世界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有巴基斯坦媒体表示,在过去的69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随着与各国的关系逐渐数落,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